7年1月正式下雪海市 中国最新海洋科研船 珠海云号 现在成了中国对台 军事施压的新手段 金融时报27号 报道中国科研船 大举侵扰台海 美国海军海事研究所主任沙曼 更点破中国科研船 事实上就是在替中国前舰勤搜 是中共对台 全域压力战的又一工具 该船是全球首搜 具有自主航行功能 和远程遥控功能的 智能型海洋科研船 被国外媒体称为 中国首艘无人母舰 名为科研船 但珠海云号排水量达2100吨 能搭载50多套无人载具 透过AI遥控 还能成为指挥中心 有如小型无人航母 美国的动力网站上指出 珠海云号具有军事功能 而去年9月以来 中国科研船 已经久度进入台湾临近海域 去年11月 还沿着台湾东海岸航行 两度进入我国24海里临街区 航路和我国未来 航舰部署地区重叠 而珠海云号研发机构 中国海拨701研究所 干事解放军战舰摇篮 包括国产航母在内的 上百型千余艘主战舰艇 都是从这里设计研发 科学研究暗藏军事勤搜 民间渔船 有如海上民兵 中国挂羊头卖狗肉 台湾大意不得 基本事件发生后 中国让他升温为政治事件 甚至于要求要在九二共事下来 进行相关的谈判 施压台湾的政府 敏感时刻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周四晚间又要和中国国台办主任 宋涛会面参序 称称要借此维系台海和平 空发又是蓝营 异乡情愿 三日新闻上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